超奇特的花沙物 嚇壞主持人 那上次刷材的物品的時候呢 基本上是要特別注意喔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珠子 三連很特別 這是 它是一個很巨大的避邪禮 修到的一些這個 生啊 老生啊 對 辣媽 他們的 才可以拿來做髮器 老師好厲害喔 嚇到我了 謝老師更要教你DIY一個 超納財的鴨香寶 這個基本上他的組裝來說 大部分呢 都是屬於什麼呢 的一個組裝 代表我們的錢財生生不息 在這個位置呢 我就會用各種的 各式的 好 那麼 放在這個位置上 那麼 誰要兼顧財運與健康 風水就千萬不能只改一半 小汁 你今天這顆衣服好漂亮喔 如何 真的耶 來吧 好辣喔 不是 衣服 我就只有穿沒半了 蠻慘 老氣 你不是說 你前面有女生要跟我講嗎 對啊 我跟你講 昨天晚上 我跟那個 算了 怎樣 怎麼話講到一半 又不講清楚啊 那我們要出去玩的那件事呢 就是啊 我跟你講那一天我可以 算了 幹嘛又不講 你每周話講一半 這我到底要信什麼啊 算了嗎 你可以信了 算了 準備你了 你又不講完 算了 我不講跟你老天了 你話都講一半 講不清楚 我來看電視 好 你看 搞不開嗎 看不出燈啊 不是這一隻 我來看啊 怎麼會裝電池啊 電池裝一半 是會有電是不是 跟你講 我裝一半就是很麻煩 你話說一半也很麻煩 就像風水改一半 要死我 就 我跟你講 風水改一半就會 算了啦 好啦 你不講我 我來講啊 風水改一半 還不如 不要改 真的 為什麼只有改一半呢 對不對 我們現在呢 今天來跟我們 到這個家裡面 這個大師 最討厭人叫風水改一半 是啊 我們來問問看他 到底風水改一半 會對我們有什麼 不好的影響 沒錯 歡迎下吃 大家好 下吃 風水改一半這種人 到底是怎樣 耳朵很硬是不是 對啊 還是他預算真的只有一半 你怎麼沒想過這問題 有可能 他現在存到一筆錢 還只做一半 那怎麼辦 其實如果真的 他只能夠做一半的話 我會建議就是說 先從最重要的地方 先改起 就是不能改一半 嗯 對 那你還不如把它集中 做改在最重要的地方 你先一部分改了以後 變好了以後 你就會有更多的資金 去做其他的 其實不能這樣講啊 有人就是不能等啊 你知道他很怕說 不趕快先改一點點的話 搞不好 哎呦 發生什麼 有些人很想說 全家可能五個樣地方要改 他就可以把它分散 全部都一半一半 至少運會提起一半 可是不是這樣講對不對 對 那其實風水有很多的地方 是必須要 比較徹底的去做一些修正 那麼才會有比較明顯的效果 所以反正就是 你不能一半一半的做 你就算一次把它全部做完 那如果你現在只有一筆預算 你只能做一樣的話 你就先把另外那四個先擱著 把最重要的先做好就對了 錯 對 如果你有整筆預算 先付給謝老師 他才來教你 如何改另外 也對 回覆單身後的婷婷 搬到父母隔壁方便就近照顧 親自參與設計與裝潢的新房子 看似舒適 卻潛藏著風水只改一半的危機 改風水也有重點 到底要從哪裡下手才有下呢 尷尬 請請教 vost subs 先從玄 margin看起 先從玄關開始看起 好不好 好 其實其實在玄關的部分 我就可以看得出來 他有花很多的心思 我們到玄關這邊看一下 有 他放了很多 位欸 一開門 我希望有一些福神來迎接我 所以就是把一些吉祥的東西 都放在前面 但是這些 這吉祥的東西 是獨眼的話 會不會阻礙他看人不全 不是 這個你就不懂了 這個是日本的 這個是 這個像都不倒翁 它就是你許了一個願 你還沒有 就是願望還沒成功之前 這邊是不能畫上黑色眼珠的 對 這是你有許願的 許願就先畫一隻眼睛 對 那你願望實現之後 另外一隻眼睛再畫上去 對 好可愛 所以你願望一直都還沒實現 這是新願望 對 加油 加油 趕快讓他實現願望 你就可以看得清楚了 對 現在是獨眼龍就對了 你還一直這樣 加油 對啊 好像他懸罐擺了這麼多 無謂無謂 對 他心愛的東西 那哪裡有問題嗎 好 一般觀眾朋友 如果你要在這個懸罐的地方 擺放一些 可能一些 不管是神像也好 或者是一些 之類的招財 或者是一些 畫紗的物品 其實呢 不管你是 我們講說他有一些是屬於 像型的 比如說像神像啊 或者是寵物形象的時候 那麼他就有分高低喔 因為神跟神獸 那麼還是有所謂的差異性 所以其實呢 像這樣子來說的話 有人型的會放比較高 那麼可能寵物型的就會放比較低 第二個其實你仔細看一下 它這一頭有一個神秘的東西 就是在裡面這裡 這一個 這個是招財 還有那個避邪用的 對 消跟這個 所謂的消 消失的消 是同樣的發音 所以也就是說 當我們如果放在一個位置上 如果有煞氣進來的時候 可以達到一個 化解的一個功能 不過呢 觀眾朋友在擺放 類似這樣的東西的時候 可能要看煞氣的位置 在哪裡 那麼再來擺放 那麼才會達到一定的功效 比如說吹消這個消就是等於消失的消失 你想要什麼東西消失 你就把它放在那邊 對對對 像比如說 消去 原來是這樣啦 我懂了 那請問一下 它這邊門口有什麼太大的煞氣 它放在這邊有用嗎 好 那就在這個門後面 有我們從來沒有看過的煞氣 什麼煞氣 第四季 第一次要曝光的煞氣 對 這很難得耶 真的假的 因為很多煞氣都已經重複 看到大家的眼睛都已經膩了 你說嚇到我耶 你說嚇到我耶 什麼光會露靈的煞氣沒太多 就會出現在我家 真的 你真的太幸運了 因為是非常少見 還要多舉錯 很特別 特別難得一見 什麼樣的煞氣老師 老師 這個煞氣如果 1到10分有多糟 1到10分 應該說一般的人 如果遇到的話 他可能會有 也許有5分 那麼但是呢 在我們這邊看到的時候 就會變成加倍了 重複 能量重複 煞氣重複 第一次碰到這樣子 煞氣 對啊 太可怕了 冷靜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後面 到底有什麼呢 其實首先第一個我們發現 就是最標準的常見的就是門 所謂的門對門 對 這已經是嚴重一個煞氣了 對 那一般門對門其實會有影響 可是呢 真正影響還不是這個門 我們仔細看一下 斜對面這個地方 剛好另外一個門 也是對它 同時有兩道門對一個門 有時候常常講 斜的門對著我們的時候 有時候就會有一些 比較奇怪的事情發生 就是本來不應該 跟我有關係的 可是會連帶到 最主要的地方呢 還是在這個門推開之後 會看到更加倍的煞氣 真的假的 什麼 好正平喔 是樓梯 是樓梯耶 對 老師那是什麼啊 是樓梯 是樓梯 一般來說門就是代表我們的嘴巴 那麼樓梯就是代表舌頭 那麼當門跟樓梯兩個都具備的時候 就代表口舌 那麼就要特別的注意 其實一般來說應該是要特別注意 因為我們提到 蕭跟這個消失的蕭有相互的作用 所以通常 所以一般來說 如果梁上面有煞的時候 它就必須掛在樓梯 那如果是爐灶上面有煞的時候 應該掛在爐灶上 那麼相對的 如果是因為這個門跟樓梯 對著我們的門說 所以我應該要放在什麼位置 所以我們要把它掛在 對 其實就不應該放在裡頭來了 所以你說是要掛在門上 還是要放在這邊 對 有些人它會放在門的上方 很不錯耶 不會不好看 我有沒有交代 我幫他捏一下好不好 他就上去可以交代 那因為 對 因為我之前也是聽我朋友這樣講 那所以說 他跟我說 叫我在門口 把一些這種就是 會避邪的東西都放在門口 但我不知道這樣對不對 其實是對的 因為一般來說 只是說 口舌要在發生之前 我們就要先阻擋 所以一般來說 這類的東西 應該是先擋在外面 而不是到裡面以後 可能已經發生 可能會發生一半或怎麼樣 最後再來繼續化解掉 所以老師你的意思是說 只要我們家裡門口 有遇到這種斜的門 或者是有這種門對門 我們都可以放消在門上面 對 就可以讓口舌是非消失就對了 對 那麼傳統一般來說 可能會放一些紅布條 是 我爸仙仔之類的 紅布條 對 紅布條 所以上面要寫抗 一起搬走 其實都不用 都不用錢 以前阿嬤家不是這邊都會放 一個那種紅色的那種 對 對 對 那個也有一定的效果在 那麼也就是好像 口舌要進來之後 之前我們就先把嘴巴 戴口罩 遮起來 大門墜跡 門對門以及對樓梯 輕則口舌是非 重則卸光意外 只要在門上懸掛洞消 紅布條或八仙彩 就可以化解了 老師那你剛剛說到 人獸這個東西 這個神是在上 那個壽司在底下 這就OK了對不對 對 那當然你要放 招材的物品的時候 基本上是要特別注意 一般的像水晶類的東西 其實都沒有關係 都可以加分 但是有一個比較特殊 什麼東西 就是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珠子 因為有些珠子 我們觀眾朋友 要特別注意 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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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了 是哪裡聽不懂 老師你很厲害 這個是什麼 這個很特別 這是人骨 對 人骨 我個人還滿 還滿在乎這些東西 但是 我跟你講 其實這之前不是擺在這裡 是因為我昨天 前幾天要去參加一些儀式 然後我擺在身上 可是我後來 因為你們要來了 我趕快先幫他 幫我泡我 那你現在有收集人骨的儀式 不是 它是這個 它是一個很巨大的避邪力 對 人骨 其實這個骨頭也不是 老師好厲害喔 這骨頭也不是一般的骨頭 一般來說 通常我們所謂做法器的這些骨頭 都是一些修道的一些這個 神啊 高針啊 對 喇嘛 他們的那個才可以拿來做法器 不過這個地方其實呢 我剛才提到 老師好厲害喔 嚇到我了 你覺得你帶的人骨 連神不知鬼不覺的是不是 是 沒有 因為懂這個的人不多 所以我也沒有想到老師會看那麼小 所以這個節目真的很值得看 保證 想要考老師 沒那麼容易 真的好厲害喔 老師他帶的人骨不會 因為其實老師來的那天 我還沒有放在這邊 我把它收在一個地方 其實那天才放上來的是不是 老師那是隨便都可以說 其實這不是很詭異嗎 其實一般來說就是我們要很有心 那麼你真的有心在修的時候 那這些都可以幫助我們 可是說老實話 他什麼東西都擺在這個櫃子裡 有 有一點耶 對 對啊 這樣不會很 強暴 對 這個我也很想問耶 觀眾朋友可以注意一下 就是說如果我家裡 真的有很多這類的東西 其實即使是不同的宗教 只要不牽涉到形象的 那麼放在一起都沒有關係 可是他沒有牽涉到形象 比如說上面可能看到 觀星菩薩 你中間就不能放個耶穌嗎 那都難了 那沒有人這麼調皮嗎 我沒有 那一般來說 如果真的是都是神像的時候 必須要平行的擺放 表示大家 大家地位相等這樣 對對對 這些正好在門口這個位置來說的話 就像剛剛提到的 也許在外面 本來有一些影響的地方 在這個地方 它是可以消解掉 而且這一個 我們講實話 它這裡頭呢 最好做得最好的第一個 就是我們現在門口的這一個櫃子 所以自己略懂一二 所以你也就安排好了 它這裡面也有放髮器 真的假的 真的 很厲害的髮器 什麼頭髮的髮 捲髮器 喂 我就知道 捲髮器不是髮器 你可以拿做髮嗎 好不好 也可以做頭髮 對 對 老師所以你說它這一櫃做得非常加分 對 其實為什麼這個會加分呢 我們往前走幾步呢 就會發現它為什麼會加分 完美的玄關之烏龜 靜音藏著加分效果 只做一半的風水 根本完全沒顧笑 是我們在坐的這個位置上面來說 通常背後要背後有靠 所以如果 所以你坐了一半 寬度上面不夠的時候 會變成有些地方它背後是空的 那麼有時候就會難免會覺得好像 無依無靠 對 背後無靠的感覺 老師所以你說它這一櫃做得非常加分 對 其實為什麼這個會加分呢 我們往前走幾步呢 就會發現它為什麼會加分 一進來就遮住了這個 原本可能會看到的 扇 對 餐廳跟廚房 所以有時候我們常常講說 很多人都想要做開放式廚房 對 可是開放式廚房呢 目前最大的問題在哪裡 就是說 我常常提到外國 有很多地方做開放式廚房 因為它的坪數非常的大 所以你在視線上 你不會一眼就完全看得到它 是 那這樣的話 你做開放式廚房就沒有問題 有些人開放式廚房 也是常在裡面 只是它的開放 對 可是我們現在就是說 有些房子 其實空間沒有那麼大的時候 你就會遇到這個問題 你做了以後一眼就看得到 那這個時候 這個櫃子就發揮了它的阻隔效果 對 那麼避免我們的財庫 直接口袋翻出來給你看 玄關的置物櫃 阻擋在門前 巧妙地轉換了進門的動線 化解了進堂建善 跟進堂建造所導致的破財危機 但是沙發後屋靠卻沒改到 容易產生不安全感 坐不住 甚至還會遭小人 這又該怎麼解決呢 家中座位無靠的朋友 注意囉 最簡易化解座位無靠的方法 即將要公開啦 可是這樣子老師 它的客廳 沙發坐在這裡 那完全就是被有靠 所以現在就是剛才提到的 坐了這個一半加分的地方了 已經看到了 而且這個台燈 不是應該在什麼茶几上嗎 對 請問我這個位置 我是要怎麼看電視啊 不是 大概這樣很高一點 這個說 那這個你就不懂了 因為其實就 真的不懂我跟我媽跟我小孩 所以有時候就是 你知道嗎 就是不用那麼多人 像我們今天人比較多 那可能會比較沒有 就是說可能會不夠 但是我們只有一兩三個人的時候 是剛剛好 可是你不覺得這個台燈 太奇怪嗎 有一點 所以我不知道老師 我這樣擺是對的嗎 你這個需要問老師嗎 對 你這個會有眼睛的耶 都知道吧 這不對 不是應該旁邊有個小茶几 然後放在上面 讓它靜靜的再在那裡嗎 對啊 我會是在客廳的這個桌子上 你放這也好吧 也是啦 可是我跟你講 因為我常要用電腦或看電視 我覺得這樣子真的 整個就是很方便 你知道 然後晚上只要開一個小小的燈 什麼都不要開 還滿簡單的你知道 我個人覺得 其實它現在就是遇到 我們剛剛提到的問題 就是大家就覺得說 你剛剛講不能 這個不能做一半 那不能做一半對不對 那我們通常 所以這個又一半了嗎 不是 是我們在坐的這個位置上面來說 通常 那麼也就是要比較穩當實際的 這個靠背 那麼這個時候就要注意它的寬度 是不是跟我們的沙發寬度 有沒有一樣寬 有 所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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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裡後面也不一定要有牆壁 那這個如果是 你的櫃子 如果放櫃子也OK 只是它跟它一樣長 對對對 長度一定要夠 那這個時候我們坐在那邊 要寬過於這個小巴 對對對 這解決了很多 現在廚房的那種 後面沙發無靠的 它就可以放一個櫃子 對不對 寬度上面不夠的時候 會變有些地方呢 它背後是空的 那麼有時候就會難免會覺得好像 無依無靠 對 背後無靠的感覺 你看你現在是 要自己算辛苦 是 沒得靠 等一下晚上我就去 童話街一趟 馬上走 好 從你這跑的童話街不會有 就文昌街那一趟 還好 家具街 OK 馬上把它換 一定要 一定要 老師都說話了 所以馬上靠山就會出來了 對 你的背後只要它的寬度上面 等於說有一個平靠的時候 你就不會覺得 我做大力一點 好像會晃動的感覺 潛意識就會沒有安全感 座位最怕沒有靠 沒有靠山就坐不安穩 甚至還會招惹小人問題 別怕 只要在後面擺放寬度與高度 都超過座位的櫃子 就輕鬆搞定了 玄關之物櫃雖然擺脫了 靜堂建造的問題 但是還有才未見空這個大麻板 在等著呢 真的做一半的地方 哪裡 真的有做一半 做一半 什麼 那有做一半 像我們剛才特別提到 也許透過這個阻隔來說 可以讓我們的廚房 比較可以看得到怎麼樣 可以看到這個廚房瓦斯爐 能夠被遮蔽 可是我們再仔細想一下 我們通常希望說 我們的財位要好 財運要好的時候 以門拉兩個斜對角 第一個呢 是另一個地方 剛好是一個房間門 那麼第二個位置呢 不就是我們廚房瓦斯爐這個位置 沒錯 健空 對不對 而且旁邊剛好就是開門的位置 但是它有妝妝臉 可是卻是 你看還是看得到老師 還是看得到老師 你的五官非常清晰 所以意思是說 這邊要做石的那種布簾嗎 還是應該怎麼做呢 其實這個做不做是一回事 你這個地方有隱藏 是可以畫起來的東西對不對 什麼什麼 對 我跟你講這個之前 因為我媽媽她有跟我講說 門一進來不要看到 所以她有建議我說 這邊做了一個臉 可以得住 但是後來這個臉 我也拿來當那個投射 投射 因為我們現在在後面 誰能聽見 對 應該看很清楚 這邊也可以放投影 這樣子 對 所以你有這樣投影機喔 有 老師那為什麼她這樣子叫做一半 因為它不是固定型的嗎 那當你不是固定型的時候 第一個 如果你是固定的時候 是不是我們的後門就遮住了 對 就看不到後門了 你的柴位其實就會在這個位置上 你的柴庫還是在這個華斯爐的位置 那我應該怎麼做是最好最完善的 因為我們現在做活動式的時候 就會變成我們剛剛提到的問題 變成她的柴位往後移了 那就會從我們這個地方又跑出去 這就是做開放式廚房的一個缺點 對 因為你現在不可能再把廚房隔起來啊 老師應該是說最好 原本就是她自己有她自己的廚房 對 你餐廳在這邊 你這邊就自然會有一個 黃心的一個柴位 對 然後反正呢 你要去後陽台就是經過廚房 像一般傳統家裡的 有一個小廚房 沒錯 如果這邊真的是這樣組隔的時候 它的柴位就非常的明顯 而且你這樣子組了起來之後 你的那個 那個罩 後面也完全看不到 那老師 我現在這邊擺兩個葫蘆有沒有用呢 基本上葫蘆它有加分喔 有加分對不對 有做法耶 哇 有它這邊有擺著葫蘆 為什麼 為什麼連香都要放張氣 好大的葫蘆 葫蘆 這東西這裡面有東西耶 你在看我們節目喔 有耶 因為老師常常都在家裡探望 對 這葫蘆 你裡面怎樣放的是什麼 裡面現在沒有東西 它這個是可以收腰的 這也很說笑喔 裡面裡面只有東西 那是葫蘆的種子啊 葫蘆裡面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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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啦 他剛剛說收腰還是那些腰在裡面 腰在咬啊 好暈喔 他們會害怕的 好的 所以放這兩個葫蘆這樣有效 對 葫蘆它基本上它可以收一些氣場 所以基本上它會加分 那所以老師的意思是說 只要我們廚房外熱 我們都可以在我們的這個 瓦斯屋上面掛兩個葫蘆嗎 對 葫蘆是有一定的掛 真的另外一個比較大的問題是 有一個煞氣會影響到 家人的身體健康 是 而且也會影響到家人之間 團聚的一個時間和空間 餐廳竟然藏著 影響家人健康的致命煞氣 真的另外一個比較大的問題是 有一個煞氣會影響到 家人的身體健康 是 而且也會影響到 家人之間團聚的一個時間和空間 我知道就是它 就是這一盞對不對 幸福啊 怎麼可能 這是風水蓮耶 而且我還要提醒你的燈耶 很漂亮 很古典 這是咕咚的 可是你不覺得那個 掉在那裡 吃火鍋很容易燒到 不是 不會放在那邊嗎 沒有 等一下 我可以講一下嗎 這個是日本的風水耶 那它的目的也是要阻隔 就是廚房 廚房跟就是 它可以直接看到廚房 到底是誰講的 明明她就在那邊 我們還是看到廚房嘛 對啊你怎麼了 我跟你講這是隱形的一個防護 你是說那一三隻青蛙會有 瞎掉沒看到廚房 就像蕭一樣 你們會因為蕭就看不到那個嗎 對不對 那個 就是剛剛有講嘛 就是比較那個的嘛 就是大家看不到 但你看得到的那一種嗎 這三隻青蛙就是在那邊叮咚 我們吃飯的時候 它就會有一種一直 反正有做有包比 對不對 老師 對 好 老師 給它一個痛快吧 好 對 只要有效力 其實真的有問題 當然不是這個風水連 而是在這個空間裡頭 沒有 我們現在要討論這話 對 我要講這個風水連 到底會不會主格 我們看到廚房 對 你看 它在這個地方對嗎 看得到 等一下 看得到 還是看得到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我這裡的煞氣 我聽說是這樣直直穿過 還有一個就是說 這個門會對這個窗 所以我就把它擺在中間 哪裡有門 因為我那裡有一個 什麼叫哪裡有門 哪裡有門 哪裡有 看不到 但是這裡有一個廁所 是馬開門的 沒有 真的有門 這裡有一個廁所 廁所 對 廁所 對 我的天 還給它分 那裡 那裡 可是因為現在的房子 你要說完全它是百分之百 完美的風水很難 很難做到 你就是盡量就是 要節省空間之外 你還是要顧到風水 所以我們就三隻青蛙來蒙蔽我們的眼睛 我們就沒看到了 跟臉嗎 你現在盡量把門關起來 對 盡量這個窗戶不要對著鏡子 老師 你說說看 但我不知道這樣對不對 老師 好 其實最大的問題 我們仔細往裡面看一下 其實裡面 在後面這個地方 也就是剛好面對我們的這個 餐廳的座位的位置上面 剛好是裡面廁所的什麼 鏡子 那也就是一般我們常常知道 鏡子照到的位置 會讓我們比較坐不住 那麼餐廳其實是屬於家人 在這個 團聚的地方 對 家裡頭團聚的其中一個空間 是 所以它會影響到家人之間 第一個 大家提到的團聚的時間 可能各自也許因為忙 或者是因為什麼什麼關係 那麼聚在一起的時間就會減少 第二個 也就是我們剛才提到的 因為鏡子它有一個推擠的作用 所以即使能夠團聚在一起的時間 也會很快的 匆匆的又要 可能又要停開 當然第三個其實還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也就是 廁所是一個晦氣聚集的地方 面對我們吃飯的位置的時候 當然對於這個身體健康 尤其是腸胃的部分 一定會產生影響 那怎麼辦 那我這個餐桌是要廢掉嗎 當然不用廢掉了 怎麼辦 應該很少人坐得住吧 那一個也是吧 對 因為它對著廁所 對 首先第一個 還有三十七八 因為小孩對 這三十七八很重要 我跟你講 我小孩子都做這個 這一塊 對 它也只能做那一塊 那我在這邊組一組 然後端到那邊 沒有 它固定都坐這裡 那其他位置就坐 我跟他就這樣坐 所以你們看一看 是不是鏡子對到這兩張椅子 都很少人坐 這房子裡頭 那表示最重要的 還是小朋友 當然 因為這四個位置裡頭 最好的 還是小朋友的位置 對 你只不問問你的青蛙 你在他們現在三個 在開會討論嗎 真的 真的 說得 我也不太便宜 你說我哪個都拿上去 夠 照理這邊 應該要有個簾字 而簾字的長度 要蓋過哪裡呢 蓋過我們鏡子的高度 把整個鏡子的部分蓋掉 這個鏡子等於說 對 要看到這裡 就是你門關起來 然後鏡子 可是現在這個鏡也很難 對 非常難放 夾到鏡子 老師 如果這樣做起來 平常看不到的話 那叫做鏡子嗎 其實 其實真的是做起來看不到 會加分 那只是 但是問題是 也只是你看不到而已 因為廁所畢竟還是味道 我們常常講 你眼睛遮起來 你鼻子還是聞得到味道 所以這個基本上來說的話 應該是這樣提到 就是說如果正常 它是一般的門 應該是門的外面 要加簾子 簾子要遮到哪裡 要遮到鏡子的位置 那這樣子我們這邊坐的位置 就不會產生影響 所以 放風水簾沒有問題 重點在放在哪裡 對 餐廳禁鄰廁 鏡子照到椅背 造成家人不拒 因家莊門簾 也可同時化解 晦氣食物混雜的問題 那廚房沒有別的問題的嗎 其實因為廚房它本身是財庫 雖然我們上面可能有一些 涼牙罩的一些問題 可是 因為葫蘆都可以解決掉了 不過最大的問題我們想 廚房是財庫 那麼除了這個地方 既然已經漏了以後 那麼是不是我們還可以找到 另外一個財庫 或財位來幫它來做補儲 一定要 客廳會有嗎 那我們就來看看客廳的位置 都窗戶 都窗戶 這個嗎 這裡有一個小45度 這裡嗎 其實一般來說 應該是拉斜角的45度 是從這個地方穿進來 可是這裡也是 這裡是小孩的房間 對 所以小孩房間有財庫 財庫 財庫跟小孩房 我們在往裡頭看 真的假的 應該拉到內側的對角 這個位置來 也是窗戶 所以就是這個櫃子這邊 對 其實是應該這邊雙倍張開 是應該它的這個位置 因為前面停有步道 所以往內側進來的時候 應該是環抱在這個位置上 所以這一塊是財庫 對 是一個整個房子 一個財庫位置 可是你想想看 這邊的寬度不夠 這邊的寬度不夠的時候 其實我常常在講 我們常常舉例 好像那個暴龍的小手一樣 老師 你要舉例是不是 剛好這裡有一隻暴龍 在說我嗎 暴龍的小手 怎麼把手這樣 沒辦法照檢查 趕快去兩個小手 手抓不到 因為你手只能這麼短 對 它只能夠 它的寬度不夠 所以你能抱的 就會比較有限 也就是說 我可以抓很多錢進來 可能留下來 就會變得比較有限 對 你算很會賺的 那重點我要怎麼弄 才會像她可以這樣一把 抓這樣子 連老公就順便抓住 怎麼弄 手費這個長度不夠的時候 可以用什麼 用空墊來做阻隔 其實我們可以 把這個窗戶 稍微遮出來一點點 固定的遮住 那麼就可以達到一定的效果 你說窗簾它可以固定遮住 它可以換成是兩片 這一片固定比較開 對 是嗎 對 是這個意思嗎 然後這邊也是 這邊不開 所以其實如果家裡一進去 斜45度角是一大片窗戶的話 但是它的窗簾是完全不透光 你可以長期拉著 對 挺挺兒子的房間 竟然到處充滿可怕的煞氣 不僅影響課業 甚至還威脅到孩子的健康 他會在這邊做功課 會在這邊玩電腦 會在這邊玩玩具 但是他就是不會在這邊睡覺 說實在的話 它這個地方還真難改 因為它的床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它也吃出外露 對 然後它現在睡這邊 後面這個光 這後面是什麼 這邊不能開 就把它關掉 浮腳 對 老師 這很誇張 對 那你 對 兩個 兩個壁刀 對 其實它這個房間 剛好是所有煞氣 通通集中的一個位置 因為你想想看 這邊你現在 你可以去看到了壁刀對不對 看到很多的烏腳 可是你想想看 它頭原來在那裡 腳踏這邊來的時候 不行 你直接往前看 這邊也是壁刀 前面正前方 切床的地方 就是壁刀 那老師我這個鏡子 應該放它還是放它 什麼鏡子 對 我這邊有 這邊有放 我應該放它還是放它 其實基本上兩邊都應該要放 要放啊 真的喔 因為一個鏡子 大概一個鏡面大概是 因為這個我不想開 這個我就不打算開 我想房間 大概不要開兩個鏡子 老師那照你這樣講的話 如果真的去換一個 就是完全可以遮蔽住的窗簾 永遠不要開 其實基本上這樣講 這邊是五角喔 五角對到的地方 其實用一般的鏡子 就可以化解掉 喔 對 觀眾朋友可以買一個 一般的鏡子 下面貼一個 大概差不多十塊大小的紅紙 貼在這個鏡子的下方 那要多大呢 所以一般真的就是 那我們隨時在補妝的那種小鏡子 對對對 那應該要掛在什麼地方 上還是什麼 就這樣擺 上下高低都沒關係 因為它是五角 所以只要在這個範圍裡頭 180度範圍裡頭 都可以擺放 那麼相對的壁刀 因為它正切床角 所以基本上可能要注意的是 可能我們家裡的人 可能胃腸啊 腹部啊 像女孩子 子宮軟腸下 婦科方面 可能會產生一些影響 不過我剛才提到 這個都是外在的 真正最大的問題 還是它在它的頭頂上 外面的煞氣還沒解決 房間裡 竟然還有更嚇人的問題 床可以推進去一點 觀眾朋友可以記得一下 當然 就是整個壓比較乾脆 不是 不是 基本上都不要壓到 是你的後面 不會從中間掛 對 牆壁是到這裡 對對對 你稍微推進去一點點 後面可能還有一點點窗 那麼你就固定的蓮子遮起來 那換一個角度來說 後面即使有一個小窗戶 有一個小蓮子 一個空間 可能會有一些 也許不一系統的問題 也許有漏材問題 可是回頭相害 如果我們這樣睡的時候 等一下會整個橫壓 這邊又是屋角 這邊是壁刀 同樣的一個位置 有三個煞氣根 這樣子就有一個小的問題的時候 兩立相全取其重 兩個都好的時候 我都要選好的 可是兩臂相全就要取其輕了 床位上方有涼 前面有壁刀 右背窗 嚴重影響睡眠品質 與身體健康 最好的辦法 就是將床位往內移 後方的窗簾不要拉開 緊接著來到主臥房 亞翔寶座法馬上要公開了 妳講到閨房 我就一直想要閨魚了 對 烏龜的房間 是這樣 因為這裡面整個格局 其實跟別人的都不太一樣 我是依照我自己的需求 那我爸媽幫我割的 好歐風 那這個地方本來是兩個房間 那因為我是覺得說主臥是 就是想要讓它大一點 所以這邊這片牆我就整個 拆掉了 那就是一個門 對 那你就把它做了一個門 可以 然後現在就是變成這樣 就是兩個間打成一間 就一個很大 就很大 就很窗離這裡這麼遠 對 因為過去我住的房間太小 然後自己的活動範圍很小 所以恢復自由以後我就 大 對 就是大 其實它這裡頭 做了很多加分的東西 比如說首先第一個 那麼它原來其實應該是兩間房 那它把它打成一間的時候 這個梁柱主要梁柱是在正上方 你仔細看一下 它的門很巧的 就是完全避開了梁柱會遇到的位置 就沒有穿心煞了 對 那第二個呢 以這個地方整個拉直線的時候 你會發現 它把這邊隔成其他的空間 那麼房間的這一塊呢 就非常的方正和完整 那所以這兩個地方呢 都是優點和加分的 那不過接下來我們就要講 缺點的部分 好 你興奮什麼 好 重點就是要講缺點 它才能改 它才會更好 缺點辣 它整個就是都在看 你在笑 沒有 別這麼說 我想幫助你 看看這一面 我很愛這種玻璃彩會 對 可是這種東西老實說 很少在家裡會出現 可能是在一些 美術館啊 餐廳 對沒有 當初是希望讓它穿透性好一點 可是後來我這個窗也都沒有再開 所以我有做一個 完全不透光的這個點 所以平常是會拉下來 最平常是拉下來 對 所以它的臥室裡面也有彩位嗎 當然有囉 其實首先第一個 我現在要提到的地方 第一個呢 大概是 我們盡量好在房間裡頭用的窗戶 那麼盡量不要太大 那不要盡量不要是透明或透光 那麼原因有時候當然就是避免說 可能這樣隱約到 會被影響到 對其實 心神不寧 對會有點會受一些影響 但是我自己一個人住是比較沒關係 對 可是如果有同住的比如說 爸爸媽媽或是小孩或什麼之類的 那有時候這個真的就會 會嚇到 對第二個要講到 要往柴位的方向走的時候 第二個我剛才提到會有影響的地方 他非常聰明的 把它整個呢 隔得非常的方正 可是呢 這一道分隔的這個簾子 其實呢 反而是出現一個歪譜 所以它本來應該要遮起來了 因為當它拉起來的時候呢 就會變一個房間裡頭 分隔這兩個空間 那如果它比較完整 就是我上面都不要這個 也不要做這個東西的時候呢 它就是完整的 我剛才提到的 隔得非常標準 非常好的空間 分隔 可是當它隔這個之後 有時候變成房間裡頭 你又隔出房中有房 對 但是我從來不用它耶 好 當然基本上來說 因為有時候就很講說 有形就有上 有 那這個時候 就不要留著啊 有來留去留成球呢 不是因為當初有想過說 如果說 如果啦 如果 如果說 媽媽要來然後小孩子要來 那可能這邊可以擋個地鋪 對 然後做個餵客室之類 那時候我這樣想 那時候還要想說 在家裡可以做一些網拍事業 那因為有店嘛 然後這邊就把它 那時候有那樣想 可是後來自己住了以後就發現 我根本就想要很大 我不想要幹 對啊 而且你如果隔起來之後 你房間怎麼進來啊 我跟妳講喔 當初其實這個是個門 但是這個門是封起來的 所以那邊又有一個門 對 但是封起來了 這是個門 這也是個門 因為它是兩個房間嘛 對 那當初為了挑這個連 那個可花很多錢 那個不透光的那個連 花很多錢 然後反而都沒再用 不用了 對 因為我也滿愛看電視 所以老師你現在的建議 是不是給它拍 網拍把它賣掉好了 反正你也沒再用 你現在整個網拍賣掉了 那也要剛好尺寸 剛剛好耶 對 今天標準尺寸要定做了 首先第一個 它做得很好的就是什麼 它把原來造成回風的這個 兩道門 它改掉了 它把它封起來了 這樣這個就很棒喔 因為這個就是在風水上面 加分加了很多 可是呢 這一道組隔呢 我們講 又把這個可能原來 加分的地方又把它扣掉了 所以這一個呢 其實門簾隔起來 就會變成一個房間裡頭 我已經變很大了 可是我硬又把它隔出來 變成兩個空間的時候 這個時候其實有時候在 我會講未來的感情度上面 它是會有一些阻礙的 對 所以你是覺得 你是建議整個都拆掉 可是我都不用它呢 如果不用它 可是我們講說 形狀在的時候 它就會產生影響 因竹落房過大 想說加裝屏風 需要時可以當客房用 沒想到居然變成房中房 讓小三有機可乘 其實只要將屏風拆除 就不用擔心啦 接下來要教大家自己動手做 開運壓箱寶 你準備好了嗎 不過這裡因為它這個房子 我們剛才提到 那邊的柴庫可能因為門拉對角 柴位沒有了 那麼進去那個地方 門不夠 那麼另外一個呢 也從門這個地方拉到廚房 那個剛好後面的廚房門 後門也出去了 那麼第三個位置呢 也就是它的房子裡頭 真正的彩庫 唯一保留的 就在這個房間 在我的背後 真的耶 這裡還是這裡不錯 這裡啦 這裡夠長夠寬 對啊 你看 真的這邊很大 這個車很好的柴位 對 所以那裡我媽給她 把一個壓箱保 你要不要過來 我要 對不起 對 然後 這個 大清營地 為什麼要放大清營地 那香這個是一個財寶香 龍銀嗎 對 這是真的嗎 真的啊 因為龍銀基本上來說 它可以有招財 那麼也有這個我們講說 我們講吹財的功能 所以你放對了耶 那不好意思放這個 這個叫 壓箱保 所以這個是連著這個 對 老師他怎麼找不到龍銀 可以放龍眼嗎 以前的人他常會講 老師你可以認真地跟我們一些 可以真心交談好不好 可以可以可以 會招螞蟻然後再來就蟑螂也來了 一般通常 他也可以放龍眼沒有錯 真的嗎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你不能亂講 沒有亂來 是龍眼乾還是生龍眼 就是龍眼乾 龍眼乾喔 對 那麼必須帶殼的 這個被我兒子吃掉了 他就是人們講呢 我們準備12個銅板有沒有 四個 人們講說放四個位置 一二三四 那麼把它疊起來 也就是三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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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剛好疊成一個四方形 中間不是一個凹洞嗎 對 那個凹洞就剛好放那個龍眼 對 龍牙的 真的 龍眼乾 對好那放龍眼乾 那龍眼乾不是會長螞蟻嗎 基本上因為它那個乾咳的那一種 基本上比較不容易長螞蟻 上面再噴一些防蚊 防蟲的 它本身它第一個可以招貴人 那麼帶財運 那因為下面 對 所以為什麼他要用12個銅板 怎麼被我兒子吃掉耶 那你一定要吃那一個嗎 你被銅板 我冰箱頭會再放多一個 你被銅板 你被銅板 他還要吃那裡面的 他為什麼一定要用12個銅板呢 因為我們人有12個生肖 是新銅板也可以嗎 對 我們自己現在在用 對 那我們講說我們有12個生肖 那麼一年有12個月 那麼平均每一天有12個時程 所以代表年年月月日日時時 怎麼樣都能夠招福招財 那我還是聽不出來 跟龍眼沒關係耶 那基本上龍眼因為基本上 它就是代表我們的這個 這個貴人運會比較 因為龍眼又叫貴員 貴員啊 就是貴人又有員啊 對 貴人員就對了 但是我們如果家裡 也想要這個鴨香寶啊 有沒有什麼材質 或什麼樣子是最好的 我也想知道 好 一般的香寶你仔細看一下 它的這個基本上 它的組裝來說 大部分呢 都是屬於什麼呢 木頭的一個組裝 對 最主要是因為 我們中國人的說法裡頭 木火土金水 也就是說 從木開始產生 各種 我們講好的一個循環 那麼這樣子的話 才能代表我們的錢財 生生不息 那裡面要放什麼最能 就是要放什麼聚財 對 好 一般來說以前的人 如果我們在講說 最值錢的東西其實是什麼 是地氣 地氣 比如說這個房子的房氣 地氣 那當然 所以以前的人其實大部分 是房地 房氣地氣比較多 可是現在你說 可能我也不想放在 那麼明顯的地方 可能我會把它藏在 其他的位置 但這個位置呢 我就會用各種的 各式的銅板 好 那麼放在這個位置上 那麼象徵你的財富 是累積在這個地方的 就是各國錢幣這一些 是不是 但是在各國錢幣之前 我們中國傳統 是用十二個銅板 十二個銅板 對 十二個銅板 把它水煮開之後 滾差不多十分鐘左右 這個銅板擦乾了以後 收藏在這裡 象徵所謂的錢目 要煮開啊 煮開以後 因為煮開以後 那個水就是叫柴水 柴水你就可以放在家裡 其他可能可以放柴水的位置 可是這個銅板 不能夠拿來使用 就你什麼錢都可以用 但只有這個十二個銅板 是代表我們 要做記號 對 剛才講 年年月月日日時時 你的這個錢目 在幫你代財 所以可以放在這裡面 對 好奇 那跟龍眼的那一坨 放在一起 當然可以 因為基本上龍眼 你好像很喜歡龍眼 不是 因為剛才好像一講 已經有龍眼的那一坨 四個綁在一起 那已經一起來 然後現在又要再煮一撮是 放在旁邊 十二 所以我等於就有兩坨錢 可以放在裡面 所以我們應該用一塊還是五塊 還是十塊還是五十 其實都可以 但是我們這樣講說 我們因為比較常見 就是說可能以銀色的為主 所以為什麼大部分 還是用十塊比較多 對 壓箱寶的製作方法 是不是超簡單的呢 放十二枚十元銅板可以摧彩 或放龍眼可以招貴人 當然 最重要是一定得放在彩位上 為什麼你的床頭 有兩個呼嚕 對 這個也是因為 個人就是最近睡得比較不好 那你真的掛了呼嚕 有比較好睡嗎 有耶 因為我之前有看鬼故事 就是有人他睡覺的時候 會有 不認識的一些阿公阿伯 會站在他面前 對 我覺得這樣很恐怖 所以我就覺得 所以你放了葫蘆之後 阿公阿伯就沒有來找你 那變年輕的是不是 有年輕的 對 恭喜你 什麼意思 恭喜你 對 好無聊喔 沒有啦 沒有啦 我就講的對 就是七月剛過嘛 就是大家現在喜歡聽這種故事 沒有啦 都沒有啦 我睡得很好啦 真的啦 剛剛那一段是什麼意思啊 我不知道我覺得我們可能差不多該離開 沒有啦 老師你自重喔